整球打得扎實 左中外野方向 落地形成了一個深遠的 二雷三豪者 精心中度 繞過三雷要回來 之前在整個 有點圓打幾率 天一的新農流隊的三四五棒 挖過這時候是 肉仔一雷的情形之下 鄭兆行是被判定出局 時間回到2003年 兄弟新農總冠軍第五戰 就在陳青湖放球場 鄭兆行到底有沒有踩到 一雷雷包 引發了新農流走教練 陳薇辰和當時的一雷省 蘇建文先生激烈衝突 這個充滿火藥味的經典大場面 時隔超過二十年 再度回到陳青湖的一雷 剩下的是溫馨與滿滿的祝福 種植聯盟替資深裁判 蘇建文老師舉辦引退儀式 邀請薇總駕到 擔任神秘嘉賓獻上祝福 歷經長達33年的裁判生涯 蘇建文老師在今年開幕戰 進行生涯第三千三百八十一場 執法賽事之後正式引退 很高興啊 然後又請了一個特別來賓 重溫當時的一個劇情 而且又在陳青湖 想到要真的 真的要退下來 而且很感動 被這個場上的一個氛圍 所感動 就是聯盟球團 為我今天所辦的引退儀式 做這樣的 你說不感動 球迷你看 之前就還有簽名 還有簽書的 然後又有一些特別嘉賓 然後又請那個陳薇總來這邊 對不對 就是非常有象徵性 而且場地安排也有很象徵性 一切都非常的感動 我個人來講就是非常感動 從職棒二年開始服務 一路來到終職35年 蘇建文老師是終職第一位 執法三千場里程碑的裁判 回顧蘇建文老師在開幕戰 裁判生涯最終場執法賽事 擔任三壘省 當天賽後受訪時 他提到做出最後一個判決之後 眼淚差點流下來 33年的裁判生涯畫下句點 生涯執法3381場比賽 這個數字是難以追逐的紀錄 而豐富的執法經驗 更成為裁判後輩的典範 而蘇建文老師接下來 將轉換身份退居幕後 擔任聯盟副技術長 傳承豐富經驗給後輩 期盼培養更多熱誠心血 繼續為中華職棒奉獻一己之力